大家好,新的专辑又来了 这个专辑我们讲什么呢 看我这件衣裳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15到20世纪横跨欧亚非三州的强大帝国 帝国信仰伊斯兰教举着著名的星月旗 光辉可以媲美星月 奥斯曼帝国即盛的时候是55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几乎就赶上全盛时期的罗马帝国 全盛时期的罗马帝国是590万 它历经七个世纪存在624年 在世界历史上也是规模巨大影响力巨大的一个帝国 帝国兴起于小亚西亚 靠着游牧民族的族制多谋 勇士们的坚韧和勇猛 在穆斯林世界长期的混乱当中站稳了脚跟 一步一步成为了大哥大 奥斯曼帝国的故事就非常的具有传奇性和故事性 这个帝国的起源就是因为一场梦 有一天一个被女朋友的爹各种嫌弃的男的 他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一轮明月从自己女朋友的胸口升起 然后进入到他的胸膛 也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月亮是从他女朋友的爹胸口升起来的 随后他的肚脐就长出了一棵树 这个树越长越大 树荫和树条逐渐覆盖了整个世界 在树下小伙子看到了四条山脉四条大河 山河周边遍布密林河庄稼 韩华建筑林立 一切无比的繁荣 这个男的醒来之后就把这个梦告诉了女朋友的爹 女朋友的爹觉得这个梦是一个启示 是神明对自己的闺女 跟眼前这个男的婚姻的认可 是预示着这小伙子的光明前景 这个人以后必定大有作为 于是就同意了他们的婚事 故事中的男人就是奥斯曼帝国的太祖爷 泰国之父奥斯曼 伟大的奥斯曼帝国从这场梦后开始冉冉升起 1453年征服着穆罕默德攻陷军队宾宁保 1529年苏联曼大帝列振维也纳城下 奥斯曼帝国在一任任伟大君主的统领之下达到了鼎盛 为欧亚大陆政治地图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冲击 在欧洲奥斯曼帝国在拜占庭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新的繁荣 成为了三洲两海东方西方世界中心伊斯坦布尔的主人 这么强大的主人那当然有非同一般的故事 所以奥斯曼血腥香艳的后宫故事 残忍的继承人之争 严苛的军事制度有效的管理方式 我们在这个专辑当中都会一一讲到绝对是精彩分成 除了故事大家听个乐之外 听这些故事的背后还可以了解世界 奥斯曼帝国的一举一动 对欧亚大陆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但是它逐渐衰落 沦为备受欧洲压迫剥削的欧洲病夫 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进行改革 占到了历史变革的潮头 哈布斯堡王朝 西班牙 沙皇俄国 拿破仑帝国 大英帝国 强势崛起 冲击着奥斯曼的地位 这些在专辑当中咱们也会讲到 所以这个专辑可以讲是以奥斯曼帝国为主要视角的世界历史 通过奥斯曼帝国我们可以了解到 那个时代世界全局的故事 以及国际历史的发展趋势 毕竟奥斯曼帝国没有紧跟时代的发展 才被时代所淘汰 为此奥斯曼帝国不断寻求改革突破 随着1683年 奥斯曼军队再度围攻维也纳惨败 从此之后 新月的辉煌就成为了过去 它统治的领地就被接连的瓜分 独立诞生了40个国家 你比如说今天的匈牙利 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希腊、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约旦、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野门、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等等等 原来都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 这个帝国本身也在一战战败之后轻覆 600多年的世界帝国的历史成为了被人怀念、探望的过去 而现代土耳其一个共和国的面貌 开启了它的新的篇章 所以在奥斯曼帝国的故事当中 咱们能够了解多个国家的历史 多民族之间的爱恨情仇 能看到历史发展的趋势 能看明白很多国际现状的根源 历史的主要价值就在于这个借鉴和参照 以史为境可以知心替 以人为境可以明得失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新专辑 打不死的奥斯曼